七点半了 披星斩棘的哥哥综艺算是告一段落了 其中李承轩不负众望的获得了小组第一成功入团 可没想到节目都最后了 我们还是没躲过要吃李承轩和七味的狗粮 在上台领奖的时候 李承轩不忘穿越人海拥抱七味 而七味又当着众人的面给他戴上了皇冠 暖心的李承轩还要用手小心翼翼的护着 我想此时后边哥哥们的表象 可以说完全表达了观众们此时的心情 单身狗的我们只能鼓掌了 而李承轩上台后不光表白了七味 还高调喊话女儿Lucky Lucky Sorry 爸爸 爸爸也可以回家了 这一家三口完全就是理想家庭啊 任谁看了都觉得羡慕 而让人最羡慕的 顺利承轩七味有个Lucky这样可爱的女儿 从轮廓上可以看出 Lucky长得更像妈妈一点 据网友统计 两人相似的表情包数不胜数 尤其是Lucky的一些小表情和小动作 实在是太惹人喜爱了 让作为妈妈的七味都忍不出想要模仿蹭热度 以至于后来七味只要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 都要被网友要求 我要看Lucky 这让七哥不仅翻白眼回应道 可熟悉这一家人的观众都知道 Lucky似乎与爸爸李承轩的感情更好 原因是七味工作太忙 大多时间都是李承轩在陪伴女儿 因此李承轩就带着女儿Lucky上了一档亲子节目 而近些年几乎每个有关小朋友的综艺 都会被讨论教育方式的问题 到了李承轩和七味这儿也是不例外 大家都觉得李承轩是在西方长大的 教育方式是否会不太适合中国的小朋友 可是看了Lucky在节目中的表现 我想观众们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了 节目中的Lucky在做错事情后 不仅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 还可以很耐心的引导其他小朋友一起面对 而且相比同龄的小朋友 Lucky似乎更像个小大人 有次在节目中 他和小九想要找到会跳舞的小伙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Lucky说出的每一句话 不仅很有礼貌 还显得很成熟的样子 特别是那句 谁最勇敢我就选谁 正是因为李承轩正确的教育方式 才会让Lucky受到如此多人的喜爱 可以说他绝对是个合格的爸爸 而这样的爸爸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教育孩子的机会的 李承轩就曾经因为Lucky弄丢了最心爱的玩具蛋蛋而抱走机场 他很了解 这是女儿睡前必须要捏一捏的玩具 所以在机场拜托了很多工作人员帮忙找 最终找到的时候 李承轩看起来比Lucky本人还要开心 但回到女儿那里 他就一本正经的跟女儿讲道理 飞机上 爸爸都去找警察叔叔了 你知道吗 爸爸真的去找警察叔叔了 我也给你拿这个 麻烦了好多人为了这个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你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在意的东西 你不能乱放 好吗 你下次丢了 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找回来的 虽说有时候李承轩为了Lucky好会对他很严厉 但他对女儿的宠溺 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的 在节目中 小朋友们要单独去做任务 其他爸爸都在享受着这难得的休闲时光 只有李承轩一脸愁容 担心Lucky 直到看到节目组发来的视频才真正放心下来 这绝对是妥妥的女儿奴啊 而在拍摄牙上的波妞MV时 李承轩七位夫妇也是全程陪伴Lucky 不仅很耐心的在旁指导 在正式开拍的时候 两人还一正一反的在坛下同步动作 拍摄花旬已经公开 网友们不禁直呼 Lucky有这样的父母实在是太幸福了 怪不得这一家三口都被称作全网最火的明星家庭 看着李承轩和七位如此恩爱 对Lucky的家庭教育也非常好 希望伴着网友们的支持和喜爱 这一家三口可以越来越幸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喜欢萌萌的Lucky吗 评论区可以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事情没有跟你们讲 来Lucky口红讲识一下 我的口红 对对对 我们还会在 Lucky是可以 不要放我的刀 可以翻一下吗 好吧你翻吧翻吧 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吗 好吧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